這個成績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跑這裡 有沒有就是丟給他判斷一下 如果他是大於的話 輸出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原來是輸出到居然的那個位置 但是呢 方形不一樣方形是 自己會 怎麼樣Return就是返還給誰呢給自己 給這個函數本身這個函數呢 會幫你把值存起來存合格的 那最後呢再把它放到哪裡 因為你游標放在哪裡 他就幫你把合格兩個字放放到你指定的儲存格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 最後呢本來是區域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這個函數 本身 所以這樣就寫完了 特別注意喔就是 再把重點提一下第一個 插入一個 程序的時候選擇方選 名稱我叫做 成績函數 後面呢 就是你要跟他要什麼資料 要平均成績 要到之後呢 他就判斷 判斷完之後 最後把結果 先丟給 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之後的話 他會再幫你把它丟到 你現在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就完成他的流程 這個我想慢慢你如果熟悉這個流程的話 以後要制定一個函數非常的簡單 尤其是你那個 你那個本來的公式 長到不行的 一定要改成制定函數了 不然的話你真的每次光用 函數你就頭大了 因為光想 之前那個公式怎麼下 也許你每天下還好 你一段時間忘記 你要再重來一次 就麻煩了 所以 盡量可以把這個流程簡化成 制定函數 好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怎麼去使用他 來看一下 一樣的方法 其實跟 一般的函數使用都沒有沒有什麼差別 你可以在這邊 有一個成績函數的按確定 他會跟你要有一個成績 這個時候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它置中一下 這個地方把它置中 好置中完之後的話我們就 直接在向下填滿 結果就完成 所以跟平常流程沒有太大的差別 最大的差別 可以 就是他 怎麼樣 變得簡單的 有沒有他只要一個什麼 所以最後你可以看到 他的公式就是這樣 成績函數 要一個資料 向下填滿 那當然向下填滿的時候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也會跟著變動 因為這個沒有鎖定 所以往下 自動會抓到成績 得到結果 那兩種方式 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就看各位的自己的工作 狀態 狀況 哪一個你覺得哪一個 比較適合你現階段的工作 那你就用那一個 那個方式來做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 試試看 那完成的畫面呢 基本上也一樣 在雲端上面都有 這個畫面 有沒有 方選 成績函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去吧 然後 谢谢观看